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劉昕 我們昨天出的節目 關於中共國安部副部長董經緯逃到美國的消息 是來自洪州Redstate和華盛頓自由燈塔報 有些觀眾留言說 董經緯已經在北京主持一個會議了 不過 沒有會議現場的照片 他本人也沒有出現 百度和國安部官網依然疑點重重 2012年 時任重慶公安局局長王立軍 逃到成都美領館申請庇護 並把江澤民、周永康和薄熙來的政變計劃 告訴了美國政府 就是《華盛頓自由燈塔報》率先報導的 但在那個時候又有多少媒體相信呢? 所以 有關於董經緯真假出逃的事情 目前我們還在觀察 當然了 對於中共和華府的一些官員來說 肯定是希望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好了 言歸正傳 我們現在來說今天的節目 大峽谷的地面行動接近尾聲 喬州正在上演重頭戲 這是我們的約定 說到審計 有時候就會用地面行動來代替 一名負責監督喬治亞州富爾頓縣 選舉計票的承包商 在去年11月份寫了一份29頁的備忘錄 這一份就像是按照分中寫日記的備忘錄 在這個禮拜被媒體Just the News曝光了 這名承包商是喬州州務卿拉芬斯伯格 精心挑選的 他的備忘錄概述了他在亞特蘭大選舉中心目睹的 大規模的選舉誠信失敗和管理不善 我們稍後來和大家介紹 現在我們先來更新大峽谷 就是亞利桑那州的情況 和兩個川普總統的最新消息 大峽谷的地面行動正在進行紙質評估 審計官員蘭迪普倫說 他們每天可以處理超過10萬張票子 這一階段的工作將在下週完成 可能提前在6月26日之前就能做完 有些觀眾朋友可能已經知道 川普總統應了德州州長的邀請 將在6月26日去德州巡視邊境情況 德州州長已經下令該州自己修建邊境牆 並派遣國民警衛隊和德州安全廳管轄的部隊 協同地方官員抓捕非法入境者 並且會起訴把他們送進監獄 處罰將延到沒有人敢從德州非法入境 佛州州長羅恩·德桑蒂斯在6月17日宣布 應德州和亞利桑那州的請求 佛州將派遣武裝力量去支持保護邊境安全 6月18日週五 川普發表聲明 為挑戰共和黨犀牛參議員 麗莎·穆克夫斯基的凱莉·齊巴卡背書 川普在這之前承諾將會前往阿拉斯加 為挑戰穆克夫斯基的候選人助選 川普表示 在任何情況下 他都不會支持來自阿拉斯加州的失敗的候選人 麗莎·穆克夫斯基 穆克夫斯基不支持阿拉斯加 他必須離開 川普說 凱莉·齊巴卡是可以 擊敗穆克夫斯基的人 他是一位代表阿拉斯加價值觀 和美國優先的戰士 齊巴卡曾擔任阿拉斯加行政部專員 最近辭職競選聯邦參議員 挑戰穆克夫斯基 6月17日 川普還轉發了喬州州務卿 本週寫的兩個推文 我們在6月16日的節目中介紹過 拉芬斯伯格要調查富爾頓縣遊戲票子 監管鏈文件丟失 並為他自己開脫 要富爾頓縣的選舉官員負責 川普的聲明很簡短 他說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消息 人們開始看到曙光 對美國是個好消息 當天 喬州的一個保守派媒體率先報導 富爾頓的選舉官員說丟失了一些監管鏈文件 這兩天 媒體Just News繼續挖掘 他們從喬州州務卿辦公室獲得的文件中 發現了兩份備忘錄 一份是去年富爾頓縣做的選後審計報告 說在亞特蘭大選舉中心發現的一些重大違規行為 比較突出的具體問題包括 超過100個批次的缺席票子 每一批次中有100張或更多 每個批次在被送到富爾頓縣的5台點票機之前 都被分配了跟蹤號碼 但是在隨後的手寫日誌中就沒有記錄了 這些手寫日誌顯示 哪些批次的票子已經掃描和記數 也就是說 在手寫日記中 沒有這100多個批次的記錄 當然 這會讓人擔心 這1萬多張票子可能丟失了 還有 超過24個批次的缺席票子 也就是有2400多張已經得到確認 在計票單上進行重複掃描 另外 有5個連續批次的缺席票子 每批次的計票結果似乎完全一樣 拜登392票 川普總統96票 自由主義者喬約根森3票 州官員承認這樣的技術在統計上是不可能的 相關的報告在去年就成交給了州務卿辦公室 但是拉芬斯伯格不以為然 他在1月份的一次60分鐘的全國電視採訪中 還立出喬州確保11月份選舉技術準確的 一系列措施 他聲稱喬州進行了安全、可靠、誠實的選舉 但是 Justin News從拉芬斯伯格辦公室 得到的另一份備忘錄 表明拉芬斯伯格在電視上所說的掩蓋了醜陋的真實情況 這份備忘錄共有29頁 記錄在富爾頓縣選舉計票現場 觀察到的大量問題 撰寫備忘錄的監督員是拉芬斯伯格精心挑選的 一名私人承包商 叫卡特·瓊斯 據報導 這是一份重磅報告 就像一本按照分中寫的日記 例舉了一連串高風險問題 例如重複計票 票子存儲不安全 可能侵犯選民隱私 在選票收集倉庫 選舉材料被神秘移走 以及在11月3日太多的可疑動向 卡特·瓊斯在選舉後不久 就發給拉芬斯伯格的備忘錄中警告說 這似乎是一個巨大的監管鏈問題 一個明顯的注釋是在當天下午4點鐘左右寫的 瓊斯觀察到 缺席票子到達亞特蘭大 州立農場體育館的時候 一次滾動進來數箱2K 意思可能是說一次幾箱2000張票子 他又寫道 我的理解是 票子應該放在密封的箱子裡 按照數量來記錄 而這些票子不是這樣標記的 他還擔心缺席票子的流量似乎太大 他觀察到 太多的票子送進來 放入了安全的黑色選票箱 這裡值得我們注意 瓊斯提到的這個體育館 就是那晚工作人員和觀察員 被趕走的那個計票點 然後剩下的幾個人從桌子底下 拉出了黑色的箱子 在瓊斯的備忘錄中 也記錄了許多混亂的管理和嚴重的安全問題 包括剛剛提到的體育館的那一幕 這是圍繞富爾頓縣選票處理操作的一個謎團 按照瓊斯的記錄 在當晚10點30分左右 州立農場體育館的官員 似乎命令大多數工作人員回家 補幹人員繼續計算票子 這個消息傳到了批發倉庫 州務卿拉芬斯伯格在那裡 剛剛通過電話開撕富爾頓 顯然是有人問了富爾頓在10點30分 停止掃描的事 而其他縣仍然在工作 州務卿說 富爾頓什麼都做不好 一個小時後 就在當晚11點30分之前 瓊斯寫道 對他們是否仍在州農場體育館 進行掃描 感到困惑 因為有報導稱 那裡的工作人員 告訴其他人按要求離開 但我仍然收到數字報告 瓊斯後來在午夜前 親自趕到州農場體育館 發現工作人員仍然在舞台掃描機上 進行掃描 大約20分鐘後 瓊斯觀察到 秩序開始崩潰 拉爾夫重新掃描了一些 已經由沙耶處理過的選票 之前就有農場體育館這個場景被錄像 一個身穿紫色衣服的女士魯迪·弗里曼 就被懷疑重複掃描 甚至掃描三次 弗里曼是沙耶的母親 這份備忘錄則實實在在記錄了 現場的選舉工作人員 拉爾夫·瓊斯也在做重複掃描 實際上 瓊斯是富爾頓縣政府的 選舉註冊主任 該縣的最高選舉官 富爾頓縣包含亞特蘭大使 這並不是瓊斯聲稱目睹了潛在的 重複掃描票子的唯一實力 在選後第二天觀察技術 瓊斯寫道 一台機器 因為它造成的問題多於解決的問題 因此被關閉 他說 兩次送入並切穿信封和票子 這會導致更多的重複 而在當晚 瓊斯還描述了 在該州選舉設備中 管理閃存驅動器似乎存在的困難 他們正在使用緊湊型閃存CF 投票經理將Mobile 2的CF放在Mobile 1的CF插槽中 這引起了混亂 人們正在討論備份的主總縣Master Bus問題 這似乎引起了混亂 剛才提到的兩次送入切穿信封和票子 導致更多的重複 進行這些操作的是什麼人? 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在瓊斯的記錄中 他對負責招募臨時工進行掃描後計票的公司 也表示擔憂 這家公司叫Happy Faces 瓊斯並沒有聯想到他看到的 導致票子重複的人 而是寫了他在電梯裡碰到了兩名臨時工 其中一人透露了他來這裡的意圖是 他說了一句髒話 瓊斯寫道:「我必須密切關注這兩個人 這兩名可疑工人被分配到一個團隊 負責確認並把票子裝箱 為以後的審計做準備 這些票已經掃描過 這份工作幾乎沒有機會給這兩個人 達到他們以髒話宣稱的目標 但瓊斯對臨時人事代理機構招聘工人 表達了更大的擔憂 這家Happy Faces正在採取什麼措施 來審查他們派遣的人 以確保他們不會派遣真正想要某某某的人 在一個案例中 瓊斯還擔心工作人員 可以從他們正在處理的文件中獲取私人數據 這是對選民隱私的重大侵犯 他寫道 分檢員可以看到誓言信封上的地址 以及票子本身 如果處理者希望按照他們的選擇 追找這些人 選民理論上可能會面臨報復 這只是瓊斯記錄的問題中的幾個例子 Just the News試圖聯繫瓊斯 請他發表看法 但瓊斯沒有回覆 但在6月17日聯繫了左媒美聯社 試圖減弱他的備忘錄的份量 瓊斯向美聯社講述了他的發現 又說他沒有看到任何不誠實 或者工作人員的故意獨職行為 他把自己看到的問題都歸結為管理不善 拉芬斯伯格也一樣 聲稱富爾頓縣管理不善 而且是長期就存在的 但他作為州務卿 也一直沒有去解決這個問題 拉芬斯伯格接受了Just the News的採訪 他支持罷免富爾頓縣的高級官員 但仍然相信拜登贏 拉芬斯伯格的這個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他去年就收到了這兩份報告 至少要問一個問題 在州農場體育館把工作人員趕走後 繼續計票 為什麼? 備忘錄裡說 重複掃描了 難道僅僅是工作疏忽嗎? 還有 為什麼要切穿信封和選票 導致更多的重複? 這難道也是工作疏忽嗎? 再說 監管鏈文件丟失了 作為州務卿 本身就有責任當時去追查 班農已經直接向拉芬斯伯格喊話 兄弟 別抱怨了 趕快找個刑事律師 不是選舉律師 找個刑事律師 下週一 法庭將對富爾頓縣的缺席票子 地面行動一案進行聽證 這份長達29頁的備忘錄 相信有助於法官批准繼續進行調查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裡 謝謝大家 祝大家週末愉快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見